施警表示早前徵破一宗涉及偷渡犯罪集團的案件 經調查發現集團其中一名成員 懷疑是蛇頭的54歲內地男人 打算在星期四晚上 在新城填海依一區協助非法入境者偷渡進入本路 於是派員到有關地點進行部署 發明這名嚴犯帶同六名人士三男三女 由填海區分兩批蛇頭和另一名男非法入境者 向機場方向離去 另外兩男三女非法入境者向友誼大橋方向離去 搬局人員即時上前對這名七名人士進行截查 施警將以犯罪集團協助罪 將涉案的蛇頭以交檢察院處理 而涉案的六名非法入境者年齡介乎28至40歲 他們說每人已經支付一萬二千元人民幣做偷渡費 打算來澳門賭博 其中三人經初步調查是被禁止入境人士